沈小婷居然卡位出道 上次这么无语还是在上次 韩国人是真觉得 但也是真会搞造型啊 创造用时期的nobody 在999一局拿下三国言息 但这波气质飞升的变美功课 一定得给家人们总结出来 沈小婷上庭短 咱们卢顶必须要什么呀 哎 高 这是脸包头 这是头包脸 懂得都懂 还不懂得去补课 太阳穴凹陷 家人们用刘海遮 对吗 咱们的刘海要有空气感 不要人觉得在为了遮而遮 这仙气不就出来了吗 刘海呢 尽量成竖线条 刘足额头的面积 还能纵向拉长上庭 韩国造型师这一招 真是飞机上点灯高明啊 咱就说五官标志 就能成为大美女吗 咯 能登上颜西的人 一定是营造出了 与他人有弊的氛围感 为啥刘亦菲是天仙 她那种懒得打扮的 原生美松弛感 在群没乱舞的娱乐圈 就赢很大 9997间的沈小婷 妆面和发型都大做减发 面部软组织饱满的家人 咱别打腮红了行吗 否则你就是花果山最骚的那只猴 坏死了 清透的弱妆感 直击天仙美感的核心 水光机底妆又加重了少女元气 发型不再搞小卷和复杂头饰 蓬松的微卷长发 美得大气又轻松 之所以9990系的沈小婷 能让人产生记忆点 是因为赛程中的她 妆造一直保持着统一的 仙气大美女风格 这也是她创造一个10系最大的事物 还记得全民狂欢的创造101吗 元气甜心风 杨超越的蒙圈村花风 无一步帮助选手立足了人设 可以说深化风格是 屡试不爽的出圈秘籍 然而偶像真人和人设的契合度 又有多高呢 创造101结束三年了 相信大家心中都自有定论 说回沈小婷 海外打工不易 虽然卡位出道 但咱们中国美女 即便相边也是相金边 祝星途璀璨